这是惊天动地的,3月10日深夜,北京突然传来喜讯,曾经不合的两个大国上演了一场世纪大和解,哪两个大国,一个是沙特阿拉伯,另一个是伊朗,谁都知道,这两个中东强国因为分属不同教派,一直是世仇,近年来两国断交一度处于战争边缘,如果不避免,代理人战争实际上在中东仍在继续。 但就在3月10日,一个好消息震惊了世界,经过几天的对话,中国,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发表了三方联合声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同意恢复外交关系,根据沙特与伊朗达成的协议,沙特和伊朗将在最多两个月内重新开放大使馆和代表处,强调尊重各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 双方同意举行两国外长会晤,启动上述工作,安排互派大使,探讨加强双边关系的途径。 此外,双方还将启动2001年和1998年达成的合作协议。 请注意,这些协议是在20多年前制定的。 20多年后,他们在北京再次启动。 多么伟大的事迹和解。 从中国外交部网站上的照片看,应该是协议达成后,沙特国务大臣兼国家安全顾问艾班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握手,站在他们中间的是王仪抚摸着他们的后背。 很好玩,大家都很开心。 为什么在北京? 或许也可以理解。 中国不仅是沙特的好朋友,也是伊朗的好朋友。 而且中国在中东没有什么特殊利益,一直在劝和促谈。 外界甚至注意到,中国最高领导人去年访问了沙特阿拉伯。 不久前伊朗总统也访问了北京。 根据联合声明,沙特与伊朗举行北京对话,是响应中国最高领导人提出的中方支持沙特和伊朗发展牧林友好关系的积极倡议。 也就是说,中国领导人提出一个建议,沙特和伊朗,你们要牧林友好。 于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派出高级别代表团来北京进行对话。 我们聊了多少天? 5天,3月6日至10日,末日相见,意孝断恩怨。 此外,在联合声明中,中国、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都表示愿意尽一切努力加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安全。 有些话很有针对性,这个怎么样? 这种与中国有关的好消息,世界级的好消息,尤其发生在3月10日,足够巧合,也足够令人振奋。 最后,你怎么看? 简单说三点,也就是让世界刮目相看中国。 首先要看的是,中东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美国人做不到的,中国的参与解决了。 什么是外交艺术? 这就是外交的艺术,不得不感慨。 中国的外交手腕和统一战线水平真不赖。 而且,事先没有任何信号。 中国帮助世界解决了一个难题,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充分说明,无论问题多么复杂,挑战多么严峻。 只要我们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进行平等对话,就一定能够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何的魅力?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继续前进。 二是赏心悦目。 中东格局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可以信任的中国将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伊朗与沙特实现世纪和解。 无疑有助于叙利亚的稳定、伊拉克的和平。 也门局势的解决。 也将为中东诸多问题带来积极变化。 还有伊拉克、阿曼等在中间穿针引线。 但中国这个和世老无疑会更有公信力和影响力。 如果是美方斡旋取得的进展。 你看,不知道美方官员会说什么。 但中国一般都很低调,默默地做着幕后工作。 真的很可靠。 三是赏心悦目。 这个世界上有的国家在互相争斗。 有的国家在积极促和。 我认为没有必要列出那些着火的国家。 每个人都知道。 但中国绝对是提倡和平的国家之一。 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 王毅同志还表示。 本次北京对话也成为有效落实中国领导人全球安全倡议的一次成功实践。 作为一个诚实可靠的斡旋者。 中方忠实履行了东道主的职责。 此外,中国还表示将继续按照各国意愿。 为妥善处理世界热点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彰显大国担当。 请注意,善良可靠。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国家喜欢互相争斗。 唯恐天下不乱,而中国则善意促进和平。 每个人都应该停止战斗。 有什么不能通过谈判解决的吗? 而且,这样的中国是公正、公平、可靠的。 可以预期,更多棘手的国际问题,也将因为中国的积极参与而得到推动、缓解甚至解决。 一个大国的责任是什么? 这是一个大国的责任。 一部戏必须以序幕开始,但序幕不是高潮。